嗨,大家好,我是蓝飞 VR眼镜是这几年很火的一个概念 一般都是一种头戴式的设备 这款设备可以将人的听觉和视觉和外界隔离起来 然后利用电脑技术将虚拟的环境和现实的环境结合在一起 给人一种身影其境的感觉 至于怎么珍视呢? 跟着我们的视频来看一下下面猫猫和狗狗的反应就觉得了 一只狗狗在戴上了VR眼镜之后的反应还算正常 不过此时的它就跟看到了什么好玩的东西一样 随着眼镜里面的东西不停的转动 摇头晃脑,一幅很开心的神情 好像在寻找什么好玩的东西一样 看起来十分的有趣 看了几分钟之后,主人拿下了VR眼镜 此时的狗子一脸的嫌弃 好像在无声的申诉 为什么这么好玩不给它多玩一会儿 到了猫咪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可能是猫咪看到画面是惊悚的 所以它的表情一直都是有点奇怪的 好像一直想要躲开什么东西似的 反而不像狗狗一样的轻胸自在 这可把猫咪吓得一惊一乍的 整只猫都全坐起来想要尽力躲它的样子 到了后面,甚至还准备逃跑 看来视频里面的画面一定是惊吓的猫咪了 看来这个主人一定是偏爱狗狗的 给它看的视频都是轻松有趣的 而给猫咪看的这个可能就是惊悚的画面了 完全把猫咪给吓住了 很多小伙伴也表示啊 很想知道这只猫咪看到了什么 准备用一个这样的眼镜 视频前的你,如果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硬度不够,中途疲软 阴京短小,虚汗,阴囊潮湿 甚需引起的腰酸背痛等难性